嗨大家好 又到了阿美來做菜的時間 今天我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蔥花炒蛋 然後蔥花 大家有看到這個蔥花 是一菜共生 菜園裡面種的蔥花 不是一般市面上的蔥花 因為那時候盛產 所以我就把它採收完畢 把它切一切 然後就放在冰箱上層 把冷風櫃把它冰起來 有需要用的時候再拿出來 那像現在我想炒蔥花炒蛋的話 就直接 直接拿一些出來 就可以做蔥花炒蛋了 很簡單 今天就打兩顆蛋 然後再把米菜共生的蔥 我已經切好的蔥 我們就倒一些下去 就是很簡單的處理方式 非常容易 因為有時候你想要蔥花炒蛋 不一定剛好有蔥花 像這樣子的話 你平常就有準備 你就不用擔心想吃蔥花炒蛋的時候 找不到蔥 然後這樣子 然後放進去後你就把它攪拌 很簡單 你不用零食要跑出去買蔥 好 然後加一些鹽巴 好 然後加一些 白胡椒 一點點 然後再加一些 白胡椒 很簡單 我的料理都很簡單 對不對 你看就這樣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就好了 好我現在來開火 其實做菜不要想得太複雜 只要簡單做出來 能吃應該就好了 也好吃不好吃 是每個人的觀點 對 可是我做一定都是很家常的 就是說一般人都會做 尤其是家常菜的話 是越簡單越好 對 因為你有時候太複雜 久了你就會不想做 對 對 對 如果越簡單 就越有那個性質 想要去學去做 嗯 才比較越動手去做 你說說 做一道菜要加了七八樣東西 你可能覺得要準備很麻煩 你根本到最後就不想做了 嗯 然後鍋熱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 把這個 拌放下去就好了 如果您喜歡多一點就多放一點 或是隨意啦 做菜本來就是很隨意 沒有說一定有一定的公司啊 對 因為這些都是做給家人吃的嘛 嗯 其實做菜真的是很簡單 就不要想得太複雜 你就不要想得太複雜 你自己家裡做的菜都最安心啊 由於這個蔥花喔 是冷凍的喔 所以那個火要慢一點喔 因為 因為這個 還要冷那個蔥喔 稍微有一個解凍的動作就可以了 鎖著眼睛 但這技術沒有很好 這樣 就是小火 其實像我們 比較忙的話 我們都習慣把一些 一些蔥啦 薑啦 辣椒 都把它切好 它需要的時候就拿出來 使用 雖然說口感 不像說 現弄的那麼好 可是我們就是很方便啦 方便使用 不用說零食要跑出去買啊 買這買那的 沒那麼多時間 要等一下差不多囉 我今天沒有放 放很多油 所以慢慢煎 因為也怕燒焦 好 我來起鍋了 我來起鍋了 火關 来 起锅好香喔 这是我今天做的葱花炒蛋 香喷喷 热腾腾 非常香 非常好吃 对 其实在家里做一些家常料理是很简单很方便 也不用去外面找东西吃 我常常看很多人说不想要吃什么 其实就在家里简单做一做 就有一顿丰盛的餐就对了